在中美洲国家宏都拉斯开梯的职业足球联赛爆发骚乱事件 有球迷猛烈攻击对手的球队巴士 引发双方球迷激烈欧斗 造成四人死亡 多人受伤 由于场面一发不可收拾 警方被迫发射催泪弹镇压 比赛也宣告暂停 原定星期六上演的宏都拉斯职业足球联赛还没开赛 国家体育场外就传出严重骚乱事故 奥林匹亚对球迷用石头猛砸对手莫塔瓜球队的巴士 导致车窗碎裂 玻璃碎片还割伤了车内三名球员 混乱场面过后延伸到体育场内 双方球迷开始失控 现场叫骂声不断 为了遏制情况恶化 警方被迫发射催泪弹 驱散人群 眼见场面失控 球赛被迫宣告暂停 主办方随后关闭体育场直到另行通知 这场暴动一共造成四人死亡 多人受伤 莫塔瓜球会事后在官方推特发文 严厉谴责足球流氓的暴行 华欣摄新闻台综合报道 台 five 过赛被迫600ble收调金 大阶落 赛 mean 首先 恃 Bird 局部位 legg